上帝的创造真伟大 上帝的作为真奇妙 上帝的慈爱真丰富 愿我们一起在 儿童善心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儿童圣经故事 救恩之宣广播中心剧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 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 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 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 天父上帝 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 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 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 我是下凡哥哥 上一次我们讲到大卫 一再地被扫罗追杀 可是他的好朋友 也就是扫罗王的儿子 约拿丹也都被蒙在鼓里 他还以为扫罗王 已经不再伤害大卫了 当大卫回到城里 他告诉约拿丹被追杀的消息 约拿丹决定要为大卫来冒险 去探一探扫罗王的用心 好让大卫能够知道 该怎么样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约拿丹很笃定地告诉大卫 要他放心 相信他 不管消息是好还是坏 他一定会想办法来告诉大卫的 不知道约拿丹探听到 是怎么样的状况呢 又怎么能够穿过这么多的眼线 来把这个消息传给大卫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小段音乐 等音乐过后再说给你听哦 当约拿丹一再地保证 就算他知道父亲扫罗 已经打算要下手害大卫的事情 他也一定会来通知他的 绝对不会出卖大卫 大卫这时候总算安心了 可是转头一想 就问约拿丹说 嗯 我相信你 可是如果你的父亲也对你发脾气 说不定把你看得紧紧的 你就出不来了 那到那个时候 又有谁能够来告诉我呢 约拿丹回答他说 来 我们一起到城外的田野去吧 于是他们就一起往城外走去 到了那里 约拿丹转头对大卫说 愿天父爸爸 以色列的上帝为我们作证 不是明天 就是后天的同一个时候 我一定会探听出我父亲的意思 如果他没有恶意给你 我会带口线给你 如果他存心要害你 而我却没有告诉你 让你安全地离开的话 愿天父爸爸重重地处罚我吧 约拿丹发的事又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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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 愿天父与你同在 就像他从前和我父亲同在一样 如果真的有人对你有恶意 当天父爸爸彻底消灭 那个追杀你的人之后 如果我还活着 要请你善待我 如果我死了 就善待我的家人吧 愿天父见证你我的约定 约拿丹一再地跟大卫 要彼此互助互爱 保证他一定会遵守诺言 也请大卫保护他和他的家人 约拿丹最后来说明他的计划 他对大卫说 明天就是初一 吃饭的时候你不在 一定会有人注意到的 连着后天你都没有出现 那绝对会引起大家讨论 这两天 你就躲到上次躲的地方 藏在那个大屎堆的后面 约拿丹接着就说出他的计划 原来他想 只要引起大家注意 然后看扫罗王的反应 他探听到确实的消息之后 他就会回到原地 把屎堆当作剑把 约拿丹就会当作像练剑一样 对着屎堆射出三剑 然后叫仆人上前去把剑找回来 约拿丹对大卫说 那个时候 如果你听到我对仆人说 剑在你的后面 快去找吧 那就是说安全了 你可以安心地回来 一定没有危险了 如果我对仆人说 剑在你的前面 这就表示你要赶快逃跑 因为天父爸爸 要你先离开这里 于是 大卫就按着约拿丹的话 去躲藏在田野里 约拿丹就赶紧回去了 过了一天到了初一 扫罗王果然宴请大臣 将领们来吃饭 扫罗照样地坐在那靠墙的王位上面 雅尼尔坐在他的旁边 约拿丹坐在他的正对面 而大卫的座位则是空着 没有人坐 这天扫罗什么也没说 他想 也许是大卫临时有事 没有办法来 第二天初二 大卫的座位还是空着 扫罗就觉得奇怪了 就问坐在对面的约拿丹说 怎么回事啊 怎么大卫昨天和今天都没有过来吃饭呢 约拿丹说 哦 爸爸 大卫他已经向我请假了 让我得让他回去 伯利恒看看家人 因为他们家 要在那儿一起献祭 他哥哥们是要他一起来参加的 他再三地请求我 要我答应他 给他回去看看家人 后来我就答应了 所以大卫才没有来参加宴席啊 没想到扫罗一听完 立刻就对约拿丹大发雷霆 火冒三丈地骂他 你这个畜生 你到底站在谁那边啊 我看你啊 是胳膊往外弯 根本就跟大卫是一伙的 实在丢进你自己和你一家人的脸 难道你还搞不清楚啊 只要大卫还活着一天 你是永远别想当这个国家的国王了 快 快点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带到这儿 今天就让他成为他的死骑 虽然扫罗是满脸怒火的样子 可是约拿丹还是勇敢地问扫罗王说 可是大卫为什么该死呢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一质问扫罗更生气了 他一把举起靠在墙边的长矛 狠狠地朝约拿丹扔过去 气到差点连约拿丹都要杀了 这下子约拿丹很清楚地知道 他的父亲扫罗王可不是一时的嫉妒 是真的计划要杀了大卫 约拿丹躲开了长矛 一脸气愤地站了起来 离开宴席 他难过到除了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 不光是因为父亲扫罗要杀大卫 也为扫罗误会 甚至诬赖大卫要篡位的事情而难过 隔天一早 约拿丹就照着先前约好的时间 到约定的田野去找大卫 这个时候他只带着一个小仆人跟着 对着仆人说 等一下我去练习射剑 射完的时候 你要帮我把那些射出去的剑再捡回来 那个小仆人就挤在心里头 跟着约拿丹到处捡回射出去的剑 这个时候到了大卫躲藏的地方附近 约拿丹就朝着那个石堆方向射了几支剑 已经超过石堆和小仆人站在地方 小仆人很机灵地跟着剑跑 就快要到剑掉下来的地方 却听到约拿丹对着他说 别停下来 那个剑还在更前面 别站在那儿 快点跑远一点 小仆人很纳闷地把剑捡了起来 又走回来交给约拿丹 边走还往回头看看 是不是自己漏掉了一些没有捡到的剑 搞不清楚约拿丹怎么会这样对他说 当然这个暗号只有约拿丹和大卫才知道 小仆人跟着约拿丹 约拿丹就把弓箭交给了仆人 让他先带回城里去 说他自己要四处逛逛 等到小仆人走远了之后 大卫才悄悄地从石堆后面走出来 走到了约拿丹面前 扑通一声双膝跪下 对着约拿丹扣了三次头 谢谢他特别地来告诉他 他们两个都非常地难过 一点都不想跟对方告别 可是这下子大卫是不走不成了 大卫越想越难过 过了好一会儿 约拿丹安慰大卫说 去吧 至少你可以平安地离开这里 我相信天父爸爸一定会让我们的后代 永远成为最好的盟友的 随后大卫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约拿丹看着大卫走远了 才慢慢地回到城里去 大卫匆匆地离开的都城 什么都没有带 就只有几个亲信的伙伴一起离开 他们想了很久决定要往罗伯去 那边是有祭司在的地方 可以帮他们求问天父爸爸的心意 到了罗伯的大卫一行人 是又饿又累 很怕走慢了 就被扫罗派出来追击的人抓住 所以一路上是夹紧赶路 到了罗伯看到大祭司亚西米勒 亚西米勒就问大卫说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啊 大卫该怎么回答呢 等一下会有人来抓他们吗 下次一定要继续收听 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 下方哥哥就会告诉你了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 亲爱的小朋友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儿童圣经故事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可以借着电脑的网络来点选收听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 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 儿童圣经故事了 祝福你能够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 天天有主耶稣与你同在 保护你 我们就下一次 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 爱小孩小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你我我我我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l词 支红队